Boss,南侯国认怂退出了,客国大盘正在暴跌 加上宁暗地里已经拿下的风车国 这场战斗咱们的胜率又提高了不少 等再过些日子,他们看到风车国临阵倒戈 那才叫有意思呢,阮青英最后还是怂了 我们只是车桥,还没往南侯那边做什么呢 他就先扛不住了,往我那么看好他 以为他能硬钢到底呢 如果他硬钢到底,大夏会真的打吗 当然不会了,大夏不会因为我个人的商战 而去跟其他国家交恶,搞定两个了 接下来就是最难搞定的两个了 十三,你的这招层层层压硬的不错 软青英再见到老子的时候 怂得跟条哈巴狗狮的 就差跪在我面前求放过了 疯了,还剩下樱花国和阴阳国 这个新六国联盟就算是彻底赞了 十三,这俩国家可不是那么好整的 咱之前能搞定向国和南侯国 最主要就是因为武力威慑 但这俩国家可都有霸国战事驻扎 不好直接武力震慑 不能吗? 很遗憾,虽然我们现在的武力值大幅度增加了 但是在明面上,跟霸国还有一段差距 当然,敢不敢打是一回事 主要是不能打 我们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 是求平稳发展经济 尤其是08年奥运会还有几个月就要来了 国际舆论对我们而言很重要 您放心,其实在我的计划中 是准备跟樱花国和阴阳国在大盘上硬钢的 只不过,在硬钢之前 我们得给他们加点压力 打压打压他们的气势 你说吧,只要不动武 一切都好办 阴阳人不是很嚣张吗? 不是一天天的喜欢偷咱的东西吗? 给压泡菜涨几块钱就老实了 如果只是农产品制裁的话 那好办 樱花国那边的水产品也别买了 反正咱国内根本不缺 让他们自己吃去吧 好,只要不动武 这些问题都好说 挂断电话后 十三想了想 觉得还是给这两个国家 最后一次机会比较好 很快 十三拨通了淘德双的电话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吧 淘代表 咱们之间合作的明明很愉快 何必闹到现在这么僵呢 咱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其实一直都挺好的 你打住 咱们的关系什么时候好过 别舔着脸攀附我们大阴阳国了 我们是发达国家 你们大厦只是个贫困国家而已 咱们的关系当然好过了 毕竟阴阳国建国 都是在大厦一个老破小的居民楼里 你们的先驱吃喝拉撒 还都是靠我们大厦人资助的 不夸张地说 没有我们大厦 就没有你们阴阳国 这关系还不好吗 咱们的关系还不止如此里 你们阴阳国的国旗 都是我们大厦人设计的 你胡说八道 我们的国旗是改良版的八卦图 而不是你们大厦人直接设计的 明明是日落帝国人设计的 改良个屁 八卦删减成四卦 还他妈调转方向 去掉阴阳语言 这是改良 你这是直接把大凶卦象 给印在国旗上了懂吗 十三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如果想去我们退出新六国联盟 那就拿出你应该有的态度来 求 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 如果你还要一意孤行 要跟我对冲的话 相国和南侯国 就是你们最好的榜样 我话说到这里了 物卫言之不欲言 十三把电话挂断了 留下嫖的霜 接着十三又把电话 打到阴景那边 陈桑 您找我有何贵干 阴景代表 你们不想再经历一次 失去的二十年 就不要再趟克国的这趟浑水了 陈桑 您说笑了 我没开玩笑 你还记得我刚出道时的外号吗 记得 正经整个期货界的 怀特多拉共白龙王 记得就好 樱花国当年被霸国逼着货币升值 从而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危机 以及失去的二十年 当年 你们是有过逆天改命的机会的 但是你们站错了队 当年大侠 樱花和阴阳三国 是有考虑过建立自贸区的 那时候 大侠有劳动力 樱花国有工业生产能力 阴阳国有高科技技术 三个国家的产业链非常互补 如果合作将成为一个超越霸国的 超级东方经济体 可惜 当时你们的当家人做错了决定 命运跟着霸国一路狂奔 命可被霸国吸血 也不肯跟我们合作 陈桑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不晚 我以白龙王的身份 负责地告诉你 如果你们还继续 一意孤行地攀附霸国 等到霸国的债务危机 膨胀到无法解决的地步时 他是一定会先找你们 这个大血包吸血的 到时候 就不是失去的20年 而是失去的30年 甚至是40年 50年 哈哈 陈桑您操心的事情 有点太多了 好 那远的不说 就说说尽的 你们如果不退出这次的对冲 我敢打赌 最后 你们一定会亏得 迎来一波经济大衰退 而你这个代表 也一定会被推出去背过 如果真到了那一步 我会自觉于人民面前 就不饶陈桑费心呢 好 话到这一步了 勿为言之不欲也 哼 失去的30年 13 只要我们对冲成功 之前失去的20年 也会弥补回来的 等着瞧吧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代表 不好了 刚收到消息 大夏海关全面停止了 樱花境内水产品企业的 注册效力 现在地主焦头烂额的 正在四处找关系 希望大夏能够收回成命 不就是一些水产品吗 咱们难道就不能硬起点 不卖给大夏不就是了 代表啊 咱们现在的日子 过得很难 大夏是全世界 最大的水产盆市场 除了它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吃下那么多货 把锅也没这个可能 咱们总不能把水产品 卖给南侯 卖给相国吧 他们也买不起啊 那大夏那边 就没给咱们任何说法吗 说不进口就不进口了 咯 确实是这样的 一点说法都没给 我们向大夏要解释 他们的官方说法 是我们的水产品不合格 私下有人告诉我 说到底怎么回事 英景红清楚 代表 到底怎么回事啊 肯定是十三搞的鬼 他想用这一招 逼我们退出新的股联盟 代表啊 国内不满的情绪 已经开始蔓延了 地主怕这股情绪压不住 挥出大事 让我找您赶紧想想办法 你找我也没用啊 大夏之所以突然出手 是为了给十三出头 除非我们现在认怂 退出新六国联盟 否则 大夏是不可能收回成命的 为真知己 只有快鞋结束对冲 拿到十三手中的钱 这样才能大大缓解 国内的各种矛盾和压力 普代表 不好了 大夏国农产品 突然对阴阳国涨价了 什么情况 大夏商务司 没有向我们汇报吗 别说汇报了 通知都没有一声 就突然涨价了 按照商务司的统计 预计本月水果可能会涨价百分之四十以上 下个月还得再涨百分之四十 阿西吧 可恶的大吓人 真是在报复我们制裁十三啊 他们自己没本事 在商战上打不过我们 就用这种卑鄙下流的招数 蔬菜的价格怎么样 蔬菜的价格 虽然水果涨得那么猛 但涨幅依然可怕 商务司预估 这波蔬菜价格涨幅 能达到百分之二十 西红柿和大葱的价格 预计上涨百分之三十二和百分之四十五 这还不算什么 最要命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泡菜 泡菜的原材料涨得太狠了 咱们的白菜百分之九十九 是从大厦进口的 可以说 他们想让涨多少就能涨多少 现在他们那边的白菜 要从十几块涨到九十块钱一颗 九十块钱一颗 你说的是大厦币还是阴阳币 不代表 阴阳币跟大厦币的汇率 是一百九十比一 我要说的是阴阳币 那咱们国家就大白菜自由了 疯了吗 大厦商务司疯了吗 九十块一颗大白菜 那岂不是接近一七零零零 阴阳币 他们的大白菜难道以后 都不想卖给咱们了 恐怕是为十三出口气 暂时涨涨价 等刻国的事过去了 应该会恢复 但就算只是一段时间 民众也压力山大啊 更何况民众怎么会相信 这种价格上涨只是一段时间 这是冲着我来的 这是想用这种卑鄙的办法 给我施压 让我退出新六国联盟 答不过我了 就用这种肮脏的手段 哼哼 不愧是大厦人 所以 普代表 对于这次农产品涨价 你没有解决方法对吗 我现在的办法 只有一个 对冲十三成功 保住客国 让欧盟联合起来抵制十三 然后咱们再跟樱花国 一起给大厦施压 让其恢复农产品价格